看看新闻榜 车子原本看似要返回关志玲的住处 但后来因为发现有媒体跟拍 而改变方向 作为台湾地区某集团的董事长 陈泰明身家过百亿台币 早年两人经由朋友介绍相识 之后风趣幽默的陈泰明 向关志玲展开热烈追求 并多次到香港密会 为了博德美人芳心 陈泰明不时越洋送花 赠送贵重珠宝 甚至还为关志玲学习广东话 两人一同前往巴黎旅游 还曾被拍到亲密牵手照 不过在面对媒体时 关志玲对这段感情 一直避而不谈 之后两人的感情更是逐渐升温 被传在明殿买下定情戒指 还一同看楼 关志玲本人也宣布吸引 安心享受阔泰生活 不拍了不拍了 不拍了 不拍了 好厌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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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因为 不会 因为我觉得 留一个好的印象给大家就算了 系数关志玲的几段恋情 身边人非富即贵 甚至还一度被称为富商杀手 关于关志玲对富商情有独钟这事 其实从她的第一次 也是唯一一次婚姻中 就能初见端倪 出身演艺世家的关志玲自小貌美 17岁便顺理成章进入演艺圈 1982年6月 20岁的关志玲认识了一个名叫王国金的富商 王国金比关志玲年长16岁 是一家金融贸易公司的老板 两人相识仅仅两个月后 就在拉斯维加斯闪电注册结婚 两人的婚事已经公开 关志玲的父亲便以自杀来威胁阻止 原来 王国金的名声非常不好 一向风流的她是个标准的花花公子 最后经双方协商 关父才勉强承认他们的婚姻 婚后关志玲脱离演艺圈 做起全职太太 在当时年仅20岁的关志玲看来 婚后的家庭主妇生活 算是完成了自己早年的愿望 我是从18岁开始拍戏 那个时候我打算30岁是退休的 可新婚没多久 王国金就显露本性 终日在外滑田酒地 仅仅半年后 这场婚姻便已离婚首场 这段失败的婚姻 带给关志玲的伤害 是再也不相信爱情 不相信婚姻 要付出很大的一个代价 那我没有这个冲动 结婚我觉得 不一定这张节对我来说 不是太重要了 因为都这么大了 所以我觉得 就是觉得最重要是 有一个伴侣 在之后的几十年中 与关志玲有感情纠葛的 也大多是富商 1985年 关志玲与已婚富商 马清伟传出恋情 当时有传正是关志玲的介入 导致马清伟和前妻的婚姻破裂 这位前妻不是别人 正是红遍大江南北的 新白娘子传奇中 小青的扮演者陈美琪 后来陈美琪曾向媒体披露 因为关志玲的查阻 导致自己流产和离婚 1992年 关志玲和香港富商 刘鸾雄开始交往 刘鸾雄是香港非常出名的富商 素有女星狙击手之称的她 除了关志玲 公开的明星女友 还有李嘉欣 蔡少芬等人 据当时的媒体报道 刘鸾雄对关志玲出手极为阔绰 资助她经营古董便不说 还送名车豪宅 二人甚至一度传出婚讯 只是没想到 关志玲和刘鸾雄的恋情 也因他人插足 最终已分手告终 直到2007年 关志玲传出和台湾地区富商 陈泰鸣相恋的消息 才似乎真正安定下来 五年里两人感情稳定 还不时有婚讯传出 吸引之后的关志玲 更是鲜少在公众场合露面 偶尔的几次亮相 也看上去非常安稳幸福 希望这一次 关志玲是真正找到了 属于自己的幸福归宿 行律在线 编辑报道